国内的确诊数字屡创新高 但政府近期依然选择陆续开放部分的经济领域 那今天则是轮到了发展商 获准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一和第二阶段地区 重新运作 即日起生效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今天透过文告表示 这项准令适用于还在活跃状态 或是持有发展执照 以及广告和销售准证的房屋发展商 根据新冠疫情管理技术工作组 这个月23号的会议议决 第一阶段开放的活动就包括了房屋发展商管理办公室 空置产业通知以及递交钥匙的相关事宜 其他活动还包括在缺陷保修期的修复工程 以及国家房屋公司旗下的人民侵散房屋 G1到G4级别兴建工程承包商 第二阶段的地区则允许开放促销和销售活动 销售代理 销售囊 展示单位 以及二手房屋单位